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这 爸呀 我找我哪租房去 再说现在房价 房价多少钱您知道吗 多少钱 就我们以前租的房子 下来控制了 我就问了 您猜 他月月要多少钱 多少钱 六千五吧 抢钱哪 可不啊 你看我这一个月不吃不喝 我的工资加奖金都不够这房租的 您让我怎么租啊 是 那 对不起 您让我想想 您让我想想 爸爸您您您好好想想 咱们这么着 您说 咱们这么着啊 你 小鹏 领着你们豆包 一块儿搬黄元帅哪儿住去 亲爹 您知道黄元帅是什么人哪 那房子是他爸他妈的 那不是回收站 那谁都往这儿去 爸 我带着豆包 我们俩蹭着住也就凑合了 您说我再把媳妇来就一家三口 我好 不是 我跟你说吧 这好说不好听了 您让黄元帅怎么看我 再让我想想 再让我想想好不好 您好好想想 您您您喝口水 您喝口水您好好想想 我跟你说 您可得好好想想 要不然您一不留神 您可就办了一个 亲者同仇者怪的事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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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爸 行吧 我明明等我们搬过来 明等我们搬过来啊 谢谢爸 那我就跟你说一句啊 老姨们人身在世大度 别说了 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 不就是说杜娟大度 我小度鸡肠吗 咱凭良心想想 从小到大 我对她杜娟怎么样 高三那年她哥痴症 大热天的 我天天到医院 给她补习功课 要不是我她能考上大学吗 考白数去吧 其实任娟对你不错 你高一上体育课 把脚摆了 好家伙人背着你 上下学一个月啊 不早退不迟到的 这换别人早不干了 那是她有求于我 她当时正在追 李克尔班那魏小菊 求着我帮她写情书 我查了多少书啊 写的情书 都能赶天动地了 她能不背我吗 那怎么后来 魏小菊跟你好玩了 那是因为 我有魅力 那是因为你写着写着 写顺品把落款写成副极了 行了啊 这沉芝麻烂谷的事 咱就别提了 袁帅 咱们俩的友谊 那是天长低久 评价不移的 但是她杜娟这回 是真把我伤着了 我已经想好了 过几天我就会搬走 绝不在她面前低头 谁叫你搬走了 娟还说她要搬走呢 这不对啊 这不像是娟儿的风格啊 刚给我打电话 说她媳妇下周就回国了 你想象她助她的补助 她媳妇这么快就回来了 也该夫妻团聚了 干嘛去啊 我出去 给这兄弟买两瓶法国红酒 晚上庆祝庆祝 朋友 要输就输给追求 要嫁就嫁给幸福 朋友 爱情的光环炫目 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 更何况人生短促 还有你们 我的朋友 我灵魂的归宿 好 好 黄宇你这诗里边有话 我听出来了 凭什么我就输给了追求 这娟儿就嫁给了幸福 她那也叫诗 黄宇今天可是向我道过天了 你看人家做得不错 为了你媳妇回国呢 人家又是买酒 又是买菜的 你呢 老爷们别急歪歪的了 多大事啊 能过去就过去呗 行吗 她给你道歉啊 她怎么不给我道歉呢 说白了 这个世界上 媳妇可以换 朋友发小不能换 你杜娟儿瞧得起我 瞧不起我 没关系 我永远把你当兄弟看 来 我向你道歉 道歉就道歉呗 您说那么多干嘛呀 我干嘛 你随意 行行行行 别在这儿眼豪放啊 喝酒你喝得过我吗 不过今天啊 记得这酒我也说句心里话 好 欢愉 讨厌那事儿 我也有责任 此道跑 事儿已经过去了 就不要再提了 好 今天咱不提这事儿 咱们就说咱们哥仨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好 黄宇 袁帅 跟你们俩生活在一起 我 我真的是觉得幸福 你说我这儿要一走 我 我这心里 许芳儿 你这跟小方 下一步准备怎么着啊 小方的意思呢 是先把豆包拌出去 完了我等几天再说 我 我觉得没关系 这么多年都等下来了 不差这几年 你说呢 就是 八年抗战都熬过来了 来 这杯酒敬杜娟 豆包 还有小方 苦尽甘来 东陵圆报 来 来 来 走 来来 大长 你慢点喝我就买了两瓶 不成 酒不成啊 老爷子的家酒 老爷子的家酒 别说哥们儿不举气啊 不就图一圆版吗 喝 那还等什么喝 来 来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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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夜里她打呼噜 让我一直做梦 睡的样子可真难看哪 去吧 去吧 换绝技 换绝技 我说为了迎接我媳妇回来 我请假了 我说睡好期间 请假不去 上班了 起来收拾收拾 无论成这样 退个勺 这要收拾来 你能把我这边 可探的同用 明白吗 那好了 准备发言稿啊 文帅 发什么言呢 我就在等你上班呢嘛 干什么呀 这人太多了 咱俩出去说呗 什么事啊 求你了 我该上班啊 你明明没有矿工啊 林轩 你不知道啊 我这 别着急 别着急 走走走走 干什么呀 别喝了 你看看这个吧 解评书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啊 愚人节吧 我开始以为是愚人节呢 后来一算是过去半个多月了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早上我一上班 人力资源部就给我拿来这个通知 这 太过分了吧 你就是打伊拉克 是不是也提前打上招呼啊 他可倒好 什么都没说 干脆利落 再见 拜拜了 他是谁啊 我为了孩子钱跟妈 我钱嫂子 你先起 杜小语 说我上个月不达标 不能够啊 他什么时候这么心黑熟烂 林轩 你得帮帮我 你看啊 好歹咱俩是大学同学 又一起被招进这个公司 都是三朝元老 我的情况你了解啊 我这刚要结婚 你说这事业 这不鸡飞蛋打了吗 就杜小语他再怎么贴面无私 他毕竟是你前妻 我前嫂子 未来孩子的前干妈 所以你帮我跟他说说情 给个机会 算我求你了行吗 求谈不上啊 反正这样吧 我不跟你把话说满了 这事我给你操作 你好久知道你最长一样 小事 小事 你记不住啊 大小语 不是 那个 以后杜小语跟咱俩之间 这层关子就不往外扯了 谈论 明白 来 先生 您好 您想要的什么活儿 送我前妻的 玫瑰 前妻还送玫瑰 前妻也是爱过的人呢 你说是不是 多少钱一只啊 三块 行吧 那给我来一百块钱的 好的 稍等 好 先让您的花 谢谢 宁愿真好 你前妻还送玫瑰呢 慢走啊 欢迎下次再光临 新官上任 我还没来得接派你的马屁 另外那天玫瑰苏花呢 也让我深深体会到 要想搞好关系 必须统其所好 挺浪漫的一事 叫你说得这么识快 你明知道我最喜欢的是百合 对 我知道 这不是离了吗 不敢一下投得太准 难得你有这份心 谢谢了 得嘞 十万要进行了 得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啊 对对对 还有句话没跟你说 华子说被你开了 我说我们家小雨 不是那么无情无疑人 回头你跟人事部打个招 我再给你个机会 谢了啊 回来 等花了拿走 干吗呀 干吗呀你这是 不是这事咱们 再好好商量商量啊 华子的事情 摆上钉钉 不能改 你别把话说那么绝啊 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歪刀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 回去告诉华子 我上任定的新制度 业绩是硬的道理 完不成就得走人 至于吗 至于吗 这公司也不是你了 你在意大利也没股份 不是你把哥儿的 一个感情杀绝队 有什么好处 是啊 公司是不是我的 但是公司的董事 会信任我 聘任我做副总 我就得对得起这份工作 对得起这份薪水 来 装修呢 你这干吗呀 马里奥 他叫我开会 我叫他稍等 行啊 两个开始悄悄为号啊 你少贫 我们这是绿色环保联络方式 省了内部对讲电话 出去吧 我要开会了 你们两个在吵架 我们谈工作呢 我们谈工作呢 小语 我们去开会吧 知道了 不是让你稍等吗 你怎么知道 星星 最早悄悄为号的那拨人 是中国的西乡记 张生 崔英英 西乡记 是什么西乡记 开会 纵可 报表明天交给我 你放心吧 就签过字了 复印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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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弄完了吗 完了 完了 马上 你快点 我就快饿死了 我感觉黄游帅这两天 翘不顺呀 得谁跟谁出去吧 别理他 他那人就应该把他 放太阳底下晒着 晒干了就老实了 对了 华子的事 公司可都是议论纷纷 刚才黄游帅 还去我那为华子求情呢 被我当场就给拒了 你这新官上任三把火 可算是彻底烧起来了 不过你以后 得注意点方式方法 你要老这么下去 以后都没人支持你工作了 你不会跟黄游帅 串通好了 一起来为华子求情吧 我告诉你啊 不许跟那被晒干的人 穿一条裤 我什么时候跟他 穿一条裤子 再说 我想穿我也穿不进去啊 我呢是为了杀一井百 要不然你说 我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行行行 你杀 你井 咱呀还是找拉梅吃饭去吧 走 走 你还在买这凉什么啊 走吧 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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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晚上有事吗 没有 那跟我们吃饭去吧 好 好 真不错 好好好 就这么说定了 杜总 杜小雨什么事 杜小雨 今天咱们必须把话说清楚 你的事已经移交HR部门了 你可以找他们去谈 少来这套 你不就想赶尽杀绝 把我们公司这些元老 全部消灭干净 你自己好在公司里 作为作福一致其始吗 我告诉你 没那么容易 对不起 华子 你要干什么 你放手 我不想干什么 不说清楚 不能走 尽力防害对象 好 你们可以不尊重我的权利 我找律师劳动仲裁 你们怎么着 踩死你们 华子 等等 如果你真的想 好好解决这个事情 我想我们还是坐下谈谈的 好不好 好 华子是我铁哥们 不能说开就开了 多大点事啊 赛翁施马 胭脂非福 你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化有害为有力 现在不是被动主动的问题 是我眼神就不能动 一动就错 那你就先别动 我不动能行吗 人家找我帮忙说情 再怎么说 毕竟是我大学同学 你老盛男刚要结婚 说开就开了 他杜小雨想过我怎么做人吗 一码归一码 他不是老总吗 老总也得讲情面啊 那当初我离开杜小雨 不就是为了不受他管吗 现在可好 管得铁片无私还虎虎生威了 我怎么觉得你真是离婚焦虑呢 离婚焦虑 你和杜小雨啊 虽然身体上离了婚 可是心理上还没离 你还放不下他 你还耿耿于怀呢 你说耿耿于怀 咱换个角度想吧 如果老总不是杜小雨 你还会生这么大气吗 我至于找他帮忙吗 那不就结了吗 还是因为杜小雨是你前妻呀 你现在啊 最要紧的 就是走出离婚的阴影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怎么开始啊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生活上的她是你前妻 工作上她是你老板 亲是亲 财是财 这样啊 你的世界就会豁然开朗 马上就能自由地翱翔 我华子一个大男人 我不是那种胡搅蛮缠 如果你们非要这样 把我早递出门的话 我就完了 小雨 我的情况你是了解的 我今年都三十五岁了 我好不容易找一个合适的 准备要结婚了 如果我现在把工作给丢了 我媳妇就保不住了 华子 你听我说 真的 马里好对不起 我不想听你说 你是西方人 你不懂得我们中国人的情感 我今天只想听杜小雨 我们亲爱的杜总 给我一个最后的答复 华子 你别蠢动 你没有完成业绩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按照杜小雨制定的规定 你必须离开公司 如果你不离开 她就要离开 她向董事会 立下均与着 一定要完成业绩 是 但是规定也是人定的嘛 咱们不能赶尽杀绝吧 华子 你来公司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商场如战场这你应该知道 像这种事情 不管你向谁求情 都必须得按照公司的制度执行 笑语 咱们不能有个特例吗 我最近是一直在忙着要结婚的事 才把工作给耽误了呀 华子 你也不要找利用 现在是要考虑后面怎么办 怎么办 那我能怎么办啊 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的话 那我只能请律师 咱们打官司 对不公党 于此晚不 我劝你最好别这样做 打官司 劳动仲裁 我们并不怕 公司法律顾问的实力 你应该也清楚 这样做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这样吧 我有个好朋友 是瑞士人 他们公司在北京刚刚 开始营业 我给他打招 你去他哪里 营品 希望能好好个干 祝你好运 谢谢 可是 先要把这里的事情处理 明天到公司来 办遗址手续 那先这样吧 对 我得在这儿顾小语谈谈 这就对了呀 划的是我铁哥们儿 不能说开就开了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好 下雨ứ 下雨了 你在这儿 下雨不了 你要干吗 别动 哎 不要 雨中 大喜 什么 过 他 打 你 你去哪儿伞了 二十四零三倍啊 快 快 走吧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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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走 好 你上去吧 你也坐我回来 准你睡好觉吧 晚安 好 晚安 你走吧 马里奥 怎么了 你这都湿透了 很容易感冒的 开回去还要那么久 要是这样 你上我那儿洗个热水澡吧 没用了吧 不好意思 你别客气了 赶紧出完赶紧回去 走走走走 你还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边是凉水 这边是热水 这个是毛巾 洗漱用品在那边 那你先洗吧 那你先洗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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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可以 好 你怎么来了 我还是想跟你谈一谈 滑子的事 滑子的事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有什么事明天公司说吧 向云 没有热水啊 我来 来 王 晚上好 我这儿住来习惯吗 说 王跟他说 说吧 说哪儿了 滑子的事啊 你说我这人是不是没眼力见啊 春宵一刻值千金 你说我跟你说什么滑子的事啊 对不住啊 打扰了 你别再是阴阳怪气冷嘲热讽的 人妈里要上来就是洗个澡 她本来就是这样感觉 你千万别给我解释 我犯得着跟你解释吗 我就是警告你出去别胡说八道 你是想让我说点什么呀 还是怕我说点什么呀 说什么呀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不 那是你 我这有内涵的人 我不会说了像你那么具体的 我还是不洗嘛 洗你的 接着洗 你接着不洗痛快了 我还不答应呢 那 洗你的 看来这李光宇说得对了 我一直活在你的阴影里 但是今天你这一闷棍 确实把我给惊着了 想想这是何必呢 咱俩离都离了 你没必要遮遮掩掩的 我也没必要大动肝火 从今以后 你我个奔个的幸福 这可不是之前 就已经说明白了吗 看来这纷纷扰扰 扯不清的日子 今天算是圆满地 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错 是惊叹号 你让他省点用啊 这月水费我掏的 小雨 凉水也卖了 这衣服 前面买得好像是小了 这点缩水 但是这个条文显得我修丧 你觉得 不理想 还是刚才那件红的好 红的是吧 红的 会不会显得窃眼传着 这个 尤其搭着领袋 你觉得合适吗 这个 怎么样 我就说了 还是这个好 袁长回来 你参谱参谱 搭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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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合适吧 可以 不是 找不到这事啊 又让小雨击败了 没事 海明威说得好 人可以被毁灭 但是不可以被打败 以后这个人就别提了 像 方 小方可以提吗 可以 明天晚上给小方接风 要么梅竹东坡 要么龙铃羹 哪一个好 可以 不不 怎么怎么就可以 这俩地儿 你说哪个 不是 这 这怎么了这 还能怎么了 跟杜潇雨吵架了 说谁呢 小雨哗啦啦 小朋友要回家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四六七八八 说好啊 今天谁买的 给杜潇送行 给小方接风 当然我买了 这也不合适吧 我买了A吧 买了A吧 买了A吧 买了 要两套精品考量 压架子一直熬汤 一直带走 可以 考量请小点 这儿考量 是全市最便宜的 经济实惠 物美加量 你今儿带钱包了吗 来了 就啥呢 就是啊 人呢 人呢 怎么了今儿 接着人没有啊 人呢 说话呀 豆包 你告诉叔叔 你妈呢 我妈她不要我爸了 豆包 别太难过啊 你看叔叔拿这 iPad给你玩 好不好啊 他也不会 ض ARM 生一样 交流 也不行 我记 plata 酒间大堂有个男的在那等着 谁啊 一个律师 晓芳照顾 一见面叫第五一协议 我一看 离婚协议书 我当时我就急了 我跟他说 我说好好的我们离什么婚呢 那律师说 说晓芳他们在那边都商量好 回国就是来办这事 不会吧 那个协议书是真的 你怎么回事 这么多年我爷子带着豆包我容易吗 拼命地我挣钱赞钱 我工得在那读书 我盼星星盼月亮 我盼他回来 我 我就盼得这么个结果 你说小芳 跟那边有没有点什么事 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要说也不是完全没有感觉 上次他回来的时候我还问过他 我说你一个人在那儿 没亲戚没朋友呢 有没有人能关心关心你 他是他有一男同学对他挺好的 一直把他当成红颜之子 我当时我还开玩笑呢 我说你俩别红着红着 咱俩这儿慌了 小芳说不会 他说那就是他的蓝眼之计 可谁生下 拦着拦着 我这儿就虑了 我说你们俩啊 就别跟这儿瞎琢磨了 这事由不得小芳单方面决定 他说理就理啊 打官司 我找我律师哥们儿跟他打官司 我说人家要离婚 你打什么官司呀 这是第三者插足红杏出强 人家红杏出的也是日本强 法院管不了这个 那怎么办啊 就看着娟跟着受窩囊气啊 不是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 我就想要这个家 我就想让小芳能回心转移 只要小芳能不能回头 让我干什么都知道 行 那咱们现在就去 哪儿啊 去酒店找的呀 我去 哪个房间三点五 咱们仨不能全都上去 咱们来谈判的 有个人来打狼的 你在这儿说出去 说三个大男人 欺负一个弱小女子 这事闹僵了就不可犯了 对对对 谈判啊 三分的内容 七分的欺负 是啊 以我对小芳的了解 此女子能言善变 咱们必须有策略有分工 我是角色的家里人 我说话有分量 我先全权代表少女 跟他谈一谈 行 行 别呀 那我们俩来干嘛来呢 科伦大战你懂不懂啊 你口才比我好 保存实力为先啊 我先跟他打两张感情牌 如果说你这两张感情牌 就把他打得回心转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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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这 这全告你了 全告你了 等我好消息 你这 你说元帅怎么还不下来呀 你着什么急呀 刚十分钟 谈判嘛 就是博弈 你有你的底下 对 我有我的要求 然后双方相互试探 看谁先猜到对方的底线 我跟你说 我现在真的开始后悔 不应该让黄元帅 打这个头阵了 你应该上去 你口才确实比黄元帅好 你知道吗 那是平时瞎斗贫 到了关键时刻 元帅还是会拿出真本事的 这么多年跟你没杜小语吵架 都练出来了 来来来来 来来 来 怎 怎 怎么样 是 没 没抬下来啊 小方怎么知道 我跟杜小语离婚的事 我先告诉她的 你跟她说大干吗呀 怎么了 可不是坏就坏在这点上吗 我苦可婆心 动之一里小之一行 我劝她为孩子 为日子 为良心多想想 人一句话我噎那儿了 她说什么了 她说你为什么 跟杜小语离婚呢 阿姨 你这是 你说我说这干吗呢 你说搬起石头 咋你自己讲吗 对 对 你说 你说我说这干吗 你说我跟她 人家说了 她也不想将就 不想凑合 说这是为了你好 你们两个分居两地 早就没了感情 早离早散 谁也不耽误谁 太大了 你太匆匆 你不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不用伦理学 社会学去震撼她的心灵 就根本不可能让小芳 翻人毁物彻底反思啊 我根本就来不及跟她说这 你当然来不及跟她说那么多了 对付这样的女人 那得有技巧 得直奔主题不能绕弯子 叫她来不及进攻 只能防守 防不胜防 那才能百战百伤 对对对对 还是我来吧 那个 那个 欢宇啊 我跟你说 你可是我手里最后一张底牌了 我跟你说 你可得三思而后行啊 放心 我已经撕半天了 等我信 我这事就包你身上了 就包你身上了 努力 好 就就包你身上了 欢宇啊 只能成功 我 欢宇 死马当活马医吧 起来 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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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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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回来了 还是你有本事啊 五分钟不到就下来了 那 那个 怎 怎么样 彻底解决了 彻底解决了 还是你有本呢 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 正儿 建议你啊 答应你有本 为 为什么呀 进屋见面还没说话吗 我就知道彻底闻戏了 不是 怎么 怎么就彻底没戏了 你说清楚 人家小方啊 那是满面红光百里头发 这一看就是长期浸泡在 爱情滋润中的结果 没戏 不是 你别就这么说没戏 你说是不是 你就没做点努力什么的 还没等努力呢 我就看见那小伙子照片了 你这在哪儿看着呢 手机平板 这小伙子长得 比杜娟英俊潇洒 比元帅高大威呢 差一点啊 差一点就赶上我的 不 不是 那你 他 你 你就没跟他 说点什么 你说 我还能说什么呀 说说东京的天气 说说今年樱花什么时候开 然后到时候他累了 他冷又休息了 我就下来了 我自己去 他干啥 他干啥 冷静了 冷静了 我跟你说去 你说他才那个废物 我跟你说这是酒店 不是家里边啊 你娘到时候什么洞进来 我跟你说人小房子包了酒 你麻烦又大的你行不行 我管他 你咋个废物 你听我一句劝 我也看明白了 今天败就败在 咱们事先没设计 临场没勇气 回家好好睡觉 细心准备明日在这 听见没 睡什么觉我睡得着吧 我睡不着 你睡不着也得睡 走 拉过去 睡觉去 李怀鱼你怎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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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听我吧 别着急 我这事 他着急也没用啊 你急得把身体给急坏了 那行了吧 不是 你要是你 不是 专家 先睡一觉 睡醒了咱们再好好商量 行不行 那我先回屋 你赶紧睡 八粒的赶紧睡啊 来 袁帅 袁帅 谁跟谁又拿起来啊 娟儿不见了 赶紧起来看看吧 他东西都没带啊 他早上起来不放心 他娟儿屋里一看没人了 连豆瓜都不见了 关机了 我会出什么事了 什么时候走了呀 不知道啊 估计天不亮就出门了吧 那能去哪儿啊 不会去单位了 喂 您好 您好 我找杜娟 好好好 谢谢啊 没去啊 给老爷子打理 别别别 你先别别 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你跟老爷子打什么电话 让人跟着想掏心 出这种事呢 他不太可能回老爷子那儿了 要不报警 报什么警啊 这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呢 警察不会管的 那你的意思 我是说 要不咱向领导报告 领导 杜小语 这事找他们 你说呢 杜娟儿他哥呢 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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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